大家好 刚才我的粉丝 我的观众给我发来了电子邮件 他说这个他的观点 他认为这个王志安嘲讽民进党利用残疾人煽情造势 但他认为说的不是真实的状况啊 我做了一个视频 那是前半段 我接着读给大家分享这位粉丝的电子邮件的后半段 他说这个徐晓东一直在强调王志安的节目做得多么多么的好 长粉 粉丝长得多么多么的快 就是拳头大 拳头大 有势力 说这没问题 我也没见谁否定过这个 就是其他的自媒体人啊 或者怎么样的啊 也没见谁否定过这个 但是节目做得好不好 跟做节目的人是不是好人 是两码事 是吧 那你比如说苏联 苏联没垮台的时候 世界第二超级大国 2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占了地球陆地总面积的大概六分之一 是吧 那某的啊 某大国啊 是吧 GDP 还全世界第二 对不对 王志安是一个很专业的媒体人 他知道怎么做节目 没错 他就知道你的脉 他怎么给你摸这个脉 哎 哎哎 哎 抱歉啊 他的节目做的很好 也没人说他的节目 不好 大家质疑的是他的这个人的人品 啊这个说的到位 是他的人品 他是一个冷酷的人 这样的人很聪明 但同时缺乏道德感和同理心 没错 他是个冷血动物 你看他对比如说被轮奸的 被强迫卖淫的十岁的小女孩 幼儿园里边两三岁 被脑袋瓜子朝下 大头朝下给弄到垃圾桶里的人 然后被那个欧金中福建莆田的 他们家长期的几十年的 被村爸欺负 对吧 想盖房不让盖 睡在窝棚里 跟老母亲相依为命 他不考虑 对吧 那个河北保定 那个人没有钱 腿是吧 腿坏了 自己给自己锯腿 疼掉了好几颗牙忍着 对吧 自己那医院都不管 他不批评 他从来不批评 他就站在谁有权力 谁拳头大 是吧 政府 大公司 机构 资本 对吧 这个徐晓东 他很多价值观 跟王志安有类似的 徐晓东也是 我拳头硬 我敢打马宝国 我敢打雷雷 我敢打田野 等等一系列 我是靠拳头 是吧 这就叫弱肉强食啊 涉达呀 社会达尔文主义 他们 他指的是徐晓东和王志安这一类人 可能还有二大爷啊 他说他们会假装自己是个正常人 假装自己是个正常人 会假装自己有道德 但是他们的本质 会在他们的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这些砍言 你们也说了很多 说的挺到位的 当大家都质疑他侮辱残疾人时 他的回应就已经说明了他的为人 他不认错也不反省 他的道歉 只是因为他的安全受到了可能的威胁 而不得已而为之 根本就不是发自他的真心 对 这个说的特别多 对啊 他虽然跟着装可怜 假装哭啊 我被人人肉了 我怎么怎么着了啊 我要搬家吧 我被迫要怎么怎么样 他根本不是真心 根本就不是 后边他又借着攻击民进党 然后来凝聚 比如说小粉红 比如说大中华主义者 比如说对他 那个存在幻想被他蒙蔽的人 他这都是招 这都是套路 他没有真诚的 真心诚意的 对吧 所以他这个人格的高度 是非常的 叫悲下吧 反正是悲下 而且这个人非常的不坦荡 不诚实 而且从不认错 从不认错 他说了太多的错话 甚至是罪恶的话 他就是谁强 典型的木强 谁强就棒虎吃神 北京话叫棒虎吃神啊 根本就不是发自真心 就连这样 还要稍带着反讽一下绿党 绿党 绿党就是民进党 现在海外华人吧 当然有一部分就是岁月静好派啊 就是岁静 谁掌权 谁怎么样 我不管 我吃饱了 喝足了 我该旅游旅游 我该喝红酒 喝红酒 该喝咖啡 喝咖啡 这种人就不算 就是比较关心政治的人啊 稍微对政治有点敏感的 现在大概分三派 是吧 红 蓝 绿 红 就是支持共产党的 蓝 就是中华民国的 中华民国派 大一统派 是吧 当然共产党也叫大一统 他叫红统派 还有蓝统派 还有就是支持民进党的 比较偏民进党的 是吧 绿派 或者叫独派吧 独派 蓝统派 红统派 和绿独派吧 绿独派和各种独派 台独 港独 藏独 江独 甚至还有猛独 还有满独 甚至还有什么巴蜀利亚独 是吧 还有什么上海独立党 是吧 核安全 是吧 刘忠敬 巴蜀利亚党 是吧 还要反咬一口 说拿支那来说 台湾的节目 是吧 知人知语 他说啊 说这种节目 也是在侮辱中国人 你看他又反咬回去 我被迫道歉了 因为你抓着我的把柄了 但是 你们说支那 就是侮辱了14亿中国人 包括海外的6000万 对吧 他又凝聚 一方面 悲情 就跟着装怂 装可怜 一方面又 是吧 又让很多人又凝聚 又有一种仇恨 是吧 这就是共产党啊 统一战线啊 是吧 共同敌人 有共同敌人了 才好凝聚内部 然后大家团结起来 再去打对方 对吧 他很会这一招 所以他不是武汉大学政治学院毕业的 是吧 好像政治学院的 说这根本就不是真实的道歉 而是典型的 不服不愤 不服不愤啊 七个不服 八个不愤 是吧 这个撒尿背手不服 又当又立 又当表子 又立牌坊啊 而徐晓东 从来没有正面的 回应过王志安的人品问题 徐晓东不回应 不回应 回避 是吧 对王歪嘴拿出来的王志安 以前的那些言论 也是打个马虎眼 就过去了 啊 就是四两拨千斤 啊 不正面回答啊 说这就很迷 就是让人感觉很迷惑 不应该啊 徐晓东 你不是一个直肠子的吗 你不是一个猛张飞吗 你不是一个是吧 这么一个爱憎分明的一个勇 勇勇士吗 一个北京爷们啊 对吧 牛街的是吧 北京城里的呀 对吧 但啊 说这跟他的爱憎分明的人设不符 是吧 这个 这个观众 这个粉丝 他某些方面说的挺到位 有些点 有些 有些细节 我都没有注意到 是吧 他看来还真是 经常看王志安的 也看我的 也看徐晓东的 也看王歪嘴的 看我们的节目 是吧